近日郑爽丑闻轰动了整个华人娱乐圈 1月19日郑爽现身北京卫视录制跨界喜剧王 这是气昂风波后首次现身 郑爽离开时被狗仔当面追问 是真的决定气昂了吗 面对提问郑爽全程一言不发快步离开 而助理则试图拍落镜头 行为非常嚣张 北京卫视的行为也是令人费解 郑爽的丑闻是从1月18日开始曝光的 为何1月19日还能去录制节目 因为是这是要力挺郑爽的节奏吗 自从郑爽丑闻曝光后 与之相关的几个代言品牌相继做出回应 均宣布中止与郑爽女士的所有合作关系 某品牌甚至请工人连夜撤掉在高铁上投放的广告牌 华鼎奖组委会直接发文 决定取消郑爽几项荣荣誉称号 收回并注销起奖励证书和奖杯 官媒集体发文怒斥郑爽 表示我国法律明硬禁止待遇 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郑爽的恶劣行径遭到全网的抵制和唾弃 此前郑爽发过一个迟到的回应 有不少网友表示看完也不知道他说啥 毫无有效信息且通篇与并 第一眼完全看不懂 小局认真解读了郑爽的这番回应 发现回应李郑爽通篇强调自己没有违法 丝毫没有任何悔过道歉的意思 更没有提及两个孩子 有网友表示 郑爽让我们见识到什么 才是真正的劣迹艺人 以前发风发颠迷惑行为就算了 现在藐视国家法律 对生命毫无敬畏之心 这样的艺人还能继续占用公共资源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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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